跟闺蜜打赌赢了一袋奶酪棒 今天阳光这么好 打开来尝尝吧 听说这玩意儿没有不喜欢吃的 一包里面就五个 数量有点不太多啊 先来打开一个尝尝味道 颜色是淡淡的 带点黄的白色 嗯 口感冰凉 Q弹满口的奶香味 太好吃了 剩下的舍不得吃了 用它来做个巴斯科蛋糕吧 毕竟这玩意儿一个这么小 口感又这么好吃 这一袋全部吃完也不解馋 如果把它做成蛋糕 那我就解锁了一种美食 一袋奶酪棒 两种吃法岂不美哉 先来小火慢慢加热 把奶酪棒搅合至融化 融化成这种细腻粘稠的奶糊状 然后敲入一颗 孵不出小鸡的笨鸡蛋 吃油拌 吃油拌 吃油拌成细腻丝滑的鸡蛋面糊就可以了 然后随便拿个碗或者模具 里面铺上吸油纸 把奶酪糊倒进去 震荡出多余的气泡 烤箱190度烤20分钟 烤好的蛋糕放冰箱冷藏一小时 美味的巴斯克蛋糕就做好啦 光看这金黄的色泽就忍不住流口水了 赶紧来吃一口 嗯 奶酵浓郁口感细腻顺滑 不愧是蛋糕界的扛把子 这奶酪棒做的巴斯克蛋糕也太好吃了 嗯 奶酪蛋糕